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我们讲的有两个内容 就是一个在趋势过程中的一个横向空间问题 还有我们昨天说的 根据银行位来办法 就是我们的PinBus信号是支撑还是主力 那么在此之前呢 我还是仿佛强调一下 请大家自觉遵守我们的约定 就是三个月的模拟交易 以及四小时以上的交易周期图 那么大家在练习过程中 有损失 有盈利 都是很正常的 因为我们现在处于一个学习的阶段 那么我们的目标是什么 就是通过三个月以上的练习 来达到我们一个稳定盈利的目标 那么昨天论坛上很多朋友看到 我问大家说 做这个demo 大家会不会心里感到紧张 那么大家说 还是很紧张的 还是有去盯盘的 那么这个 对大家来说是好事 为什么 说明大家去认真地对待这个模拟交易了 那么如果你能认真地去对待这个模拟交易 能在模拟交易中克服这种就是恐惧的心理 那么 你就可以 就是已经ready for live trading 那么大家还是有定盘的习惯 那么我再说一下 那么我们做四小时以上的交易周期呢 这个形式不是一根两根蜡烛能走得出来的 我们目前店的目标是1比2 那么它有可能在一根两根蜡烛能走完 但是大家不需要再去盯盘 按照我们的计划 计划好的位置 移动止损 建产交易 那么就行了 严格按照我们计划之间 这是我们学习的另外一个目的 那么好了 我们今天先来讲一下 就是在趋势空间中 趋势中的一个横向空间 那么我们已经讲过了 就是在没有趋势的市场里面 比如说像这一块 没有趋势的市场里面 因为它的 就是在两根明显的银行线中间 反复的移动 那么就会造成这里面的弱线很多 那么我们在什么时候交易呢 在就是横向市场中出现 横向空间的时候 比如说这一块 这一块 这一块 那么我们在这空间 利用这个空间 把那些弱线的威力减弱 或者去掉 那么我们可以进行交易 大家就看一下这个信号 这是一个横向市场 这个信号 因为这里产生了空间 所以我们有足够的 这里的弱线 我们可以暂时把它忽略 或者去掉 那么 这里这个信号是可以做的 那么在趋势 有一个趋势的市场里面 它是会怎么样的 那么我们大家先来看一下这个 好了 我们反复反复的去看这个银行交易维图 这个是我们做price action的一个重点 我们目前只靠这个银行线 来确定我们交易的一个位置 大家请看 那么好了 大家来对比一下这两个图 这两个图是一个下降的市场 大家请看 那么这两个的区别在哪里 它的唯一的区别就是 空间 大家看到了 如果同样的市场在这两个位置 这个位置跟这个位置 说明信号的话 你会怎么办 你会选择哪一个 那么我们这里先不谈 数项空间 就是两个银行线之间的距离 那么这个我们已经讲过了 请大家回去 我们空间的视频 那么 首先 根据就是银行线之间的距离 我们会选择这一个 第二个 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里的空间 好了 非常的明显简单 我们左边图里面的就是横向空间比右边图里面多 那么我们在那个上次视频里面已经说过了 如果横向空间出现大的话 会把中间一些不必要的弱线 可以变得更弱或者就是无效 那么这两个信号我会选择哪一个 当然我会选择左边这个 那么大家再来看一下我们所说的就是大象吃苹果 大象钓鱼这两个 那么好了 大家对对 看一下我们的实战图 在这个实战图里面 我们就是 看两个信号 就是这个信号 跟这个信号 那么大家注意一下 这里的空间在哪里 我这个信号的空间 是这些 我们就说的很想空间 非常大 非常明显 那么我们回去看一下我们的说的 大象钓鱼 那么大家请看 这是我们大象钓鱼的那个我们的示范图 大家看一下 信号 我们先不要管银行位之间的空间 我们看这个空间 它在这里是有空间的 那么大家对比一下 我们刚才画的空间 那么第二个信号在这里 大家看一下 空间只有这么一点 一个横向的空间只有这么一点 那么大家再回去对比一下 我们的大象钓鱼 好了 说到这里 大家都应该就是清楚了 我们就是横向空间在那个 没有趋势市场里面的作用 跟在有趋势市场里面的作用 那么 大家 这个空间的应用 大家要结合以前的那个 我们学习的一些东西 比如说银行位 信号的强作 那么还综合分析 那么这个目前不是在我们计划内的 但是请大家一定一定要去观察 那么好了 接下来我们进入我们下一个话题 就是关于 如果Pinbar出现在银行线上 我们如何判断 这个是支撑还是助力 那么大家请看 那么好了 大家请看一下这两个信号 首先如果就是 我们把银行线 我们只考虑信号在这个图里面 我们把银行线放在这个位置 那么 这个信号 你会不会做 那么根据我们以前说的就是 银行线的渗透 就是二次缩缓 那么这两个鼻子都有二次缩缓 那么 大家肯定会做 为什么 因为弓你不拉 它是不会射出去的 那么这两个弓都拉得很好 所以这两个信号都是非常好的信号 但是 大家再请看一下 如果我把银行线放在这里 那么 大家看一下 大家注意到 我们就是讨论过的就是空间问题 那么就是说 这两个鼻子到上面一根银行线的空间有多少 就是我们说的天花板 那么这个如果跳上去碰到天花板 你说摔下来 那么还有一种非常特殊的情况 就是说 如果银行线在这个地方 你会怎么做 这两个都是鼻子 但是大家注意它的收线的位置 那么昨天我问了一个问题 如果价格收在银行线以下 那么这个银行线是什么 这个银行线是处理 那么大家请看 这个鼻子的收线在哪里 收线在尸体下部 就是在这个位置 这是我们的收线的位置 我们收在这里 收线的价格在银行线的下面 那么这个银行线成为这个 拼把我们鼻子的一个阻力 上升空间很小 同样的鼻子 这个它的收线位置在这里 它收在这个银行线的上面 那么大家请看 如果价格收在银行线的上面 那么它就是一个银行线 对这个价格其实是一个支撑的作用 如果在市场中出现这种情况 你会怎么做 这个信号我是肯定不会去做的 为什么很明显的收在银行线的下面 那么这个信号呢 我还要考虑其他因素 因为这个的支撑 不是非常的明显 虽然它价格收在上面 大家看很短的一个距离 那么好了 我们来结合我们上周做过的两笔交易 来分析这个区别 那么我们上周讨论的第一个信号 就是这个平板 这是日图 日图的一个平板 那么大家请看 我这里简单的画一下线 给大家看一下 好了 我们把图放大 我们再去看一下 注意看这根的 这个信号 它收信位置在哪里 我为什么防护强调银行线是一个区域不是一条线 那么大家注意一下 如果你划线的位置在这里 它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支撑 而一个支撑 这个信号是不能做的 那么如果你的划线在这里 因为收信位置在那个银行线下面 那么它是一个阻力 那么大家对比一下我们刚才说的 这两个图 这个笔子是向下的信号 如果是阻力的话 我们可以做 那么为什么我的划线会是这样的 因为我振电 这根银行线它是一个区域不是一条线 那么这个笔子的收信位置 对我来说 我不知道它是支撑还是阻力 我怎么办 我用我的第二个demo 我第二个模拟账号去做这笔交易 我确实不 因为我非常的不确定 那么大家请看这里 那么这个市场 我们呢 那天的建厂位大概在这个位置 市场在下降大概110点左右 然后就上去了 那么事实证明 我做demo是正确的 我可以没有损失的 达到我一个测试市场 然后练习了一个目的 区域 区域 大家一定要注意看 这是一个区域 好了 那我们再来看第二个信号 那么这个是我在石盘里面操作的一个信号 大家注意看一下 这个信号 这个信号的收信位置在哪里 在银行线的上面 非常的明显 渗透 我们不能说渗透了 应该说二次收缓 很明显的二次收缓 50% 进场 1比2的目标 多长时间 两天 大家看是不是这个样子的 大家对比一下 这个区域支撑阻力 我不明显 我不敢确定 但是这个 我就画了两个区域 我可以确定 它是一个支撑的位置 所以我去做了这笔交易 通过区域而不是线 来确定 它是不是一个支撑 还是阻力 那么这就是我们 就是所说的 个体画线的区别 每个人画线的位置不一样 那么总是在一个区间之内 根据这个区间 来办法你的支撑阻力 那么这也是我们 action的一个重点 所以在很多时候 大家会看到 我是画一根线 但是出现信号之后 我会就是画一个区域 对它进行评估 明显的话 我会去做 不明显的话 我直接不做 或者用demo去做 那么好了 大家再看一下这里 它 我们就是这个视频 早些时候我们讲到一个 横向空间的一个问题 大家注意看 在这个范围内 它是一个横向发展的市场 但是 它很想这里出现了一点的空间 大家看是不是 支点通过多少远近 这有近的支点 这有多的支点 那么我们已经判断了 这个信号是现在好的 所以我去做了这笔交易 那么同样的 这根的目标在哪里 它的目标在这条线 这是一个银行位 这是最终的一个目标 那么大家再来看 就是这几天市场的反应 市场在破出这根线之后 大家注意 破出这根线之后 那么在这里获得了支撑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银行线 Buy Sale Buy Sale 那么在这里 如果上去的话 那又是一个Buy 那么大家可以就是 注意观察一下 这个银行线 那么好了 我们总结一下 今天讲的内容 我们所讲的就是说 第一 大家不要因为自己的一笔盈利 或者损失 而影响到自己的心情 我们要严格的按照计划 去学习 复习 准备 练习 那么这就是我们上战场之前的准备 那么第二个东西就是我们所说的 在趋势市场中 我们也要考虑到这个横向空间的问题 第三个东西就是我们所说的 根据拼吧在银行线的上的位置 我们判断它是支撑还是主力 我们判断需要不要去交易 做这笔交易 那么好了 今天我们的视频收获就到这里 欢迎大家的再次关注 谢谢大家 我们下次视频再见